好,我每逢活 您现在收看的是 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欢乐来自于安住当下 我从不侵视任何众生的 常不侵菩萨 他还是看得见 每个人的前提 菩萨是不可冒想的 那些能带给我们快乐的小孩 也是菩萨 我们的孩子和朋友 都是菩萨 虽然有时他们会造成我们的痛苦 不过他们也能助长我们的爱和智慧 佛菩萨 不在遥远的极乐世界 就在眼前的世界 菩萨具足了祥和智慧与爱 他们能够为众生带来滋养和疗愈 他们用爱和关怀的行动 拥抱世界 感受到世间菩萨的爱与喜乐 我就不再孤独绝望 我和那些已经超越生死 并能慈悲无惧地看待生死的诸佛菩萨 本来就是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验到我们就是众生 心中的恐惧就会消解 菩萨对拔除苦难 从不敢疲惧 他们永不放弃 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我们能深刻地倾听我们的父母或子女的话语 观音菩萨就出现在我们心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能和菩萨的慈悲相应 与痛苦的众生连结 就是与诸佛菩萨相应 跟菩萨的精神相连 就会产生力量 我们会发觉它们正在我们体内 而我们便是它们在时空中的化身 觉醒心中的智慧 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就是与语相应 在我们体内的职业 中心中的智慧 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在我们体内的职业 是修行者唯一的职业 让我们呼唤 魂生救苦的菩萨 智慧最高的菩萨 行动力最强的菩萨 以及愿力最大的菩萨 试着与它们的精神相应 让我借由当下的言语和行动 展现出菩萨的风范 不要拖到今天晚上才做菩萨 许多佛法大师在艺术上的创作 许多佛法大师在艺术上的创作 是忘却烦恼与痛苦 而是用来唤醒人们心中的智慧和自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任何的荣耀或名望 可以跟身关事物本质所得到的觉醒智慧的相比 藉由这份智慧而止息愤怒 便是在视线心中伟大的智慧种子 为重病或垂死之人带来喜悦 是非常重要的修持 病重或是瀕临死亡时 都应该有朋友坐在我们身边 帮助我们和心中的喜悦种子相应 否则恐惧、懊悔或绝望 将会轻而易举地淹没我们 能无惧生死 才能陪伴领终者 在临终者的床边 安住于自己的身心灵 你将会帮助这个人自在地往生 如果你正在陪伴某位兵临死亡的人 你应该善用一些阴生和异象 来灌溉他们心中快乐的种子 以安详的心情面对死亡 以安详的心情面对死亡 时刻里进行这样的观想 可以帮助灵命中者灌溉喜悦的种子 感谢观看 每个人心中都有净土和涅槃 神的国度和天堂的种子